今天這個這麼的閃亮亮是哪個集合 就是每次的第一標 就是那些團員要集合 那些團員要集合 有誰 很多人耶 群委啊 天竺啊 對不對 威其利 還有誰 他們是一個 你露點名 他們是紐約的收藏家 對 說實在這個Bund No.9 真的是 我真的覺得一個很讚的牌子 很可惜在台灣沒什麼介紹 然後每一次第一標都出這個 像是把它做得很cheap的感覺 其實它是很貴的一個牌子 對 其實它真的應該好好的 我們整系列把它帶進來介紹 你看為了你又害我花錢 對不對去許願買這個 對吧 真許願買 對啦 對對對 好 好 因為 我有一天就問女神說 這個Bund No.9 賣那麼久 我請問都沒有人來問過嗎 他說沒有耶 對啊 太少人知道了 這個牌子 很可惜 對 你今天這一支帶來就哪一支 就 所以你看我以後是不是不應該來直播 就那天我來直播 然後第一標紐約島 然後一噴 然後就 就中了 對啊 你就去買 對 我就去許願 所以這個是紐約島 對不對 對 來這邊有寫 自由之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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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OK 自由之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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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整理 定期清潔保養 你幹嘛套下去 你不是在拿出外賣 你怎麼會去幹嘛 好 這就是棒No.9的自由島 你看這個非常美國 很美式 就是很活潑很鮮豔的感覺 就像他們的民族風格一樣 就給人家一種開朗 對不對 對 好 好 來 這個 紐約市地圖 這紐約地圖 紐約地圖 這麼鮮豔 很酷 NYC 就是 University Map 這個太屌了 這打開 不簡單耶 它每一支都有一個介紹 謝謝 Gray Jones Chasebond Cony Island 每一個地方都有一款耶 是 很鮮豔耶 紐約街區都有一款 對耶 這個是紐約地圖啊 對 然後公園啊都有一款 對 海灘啊 這裡就是所謂的曼哈頓 這一區 我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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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一區就是這個 曼哈頓啊 那它上面寫這個 Financial District 那世貿大樓 原本的世貿大樓應該是這一塊 現在 原址 兩個 現在就變成一個紀念池塘了 好 那現在新蓋是這個 One World Trade Center 就是 世貿大樓一號 OK 那 在這裡過來 這裡是SOHO族嗎 SOHO 不是SOHO族 SOHO啦 跨年 五四三二一的地方 再來 五四 Times Square 時代廣場 先走一下這邊 這個是 Empires Empires State Building 就是這個 帝國大廈 在這邊 這是 第一代的 第一代的高樓 第一代的高樓 這個是金剛爬上去的那一個 好 那再來這個是洛克斐勒中心 洛克斐勒當時實在是石油大王 是 所以他在那邊 世界首富 當時 OK 那反過來 這裡 這個應該就是 中央公園 對 Central Park 對 哈林區 哈林區 在這裡 OK 那你也可以看到說 他們 比較黑人 黑人區 就是在比較南 這個算是 他們算是這個 怎麼講 就是 紐約比較南 南區的地方 那比較虛哈的地方 是 OK 像 布魯克林區 就 大概在這一個地方 好 哇 每一隻都有 真的是 相當漂亮 很用心的一個牌子 我覺得 對 但是可惜被低估了 對啦 都被我們搞壞了 我們來 重新 重新為大家好好介紹一下這個牌子 那今天這一隻就叫做 自由指導 看起來就 奔放又自由的配色 藍白 然後 星星 星星就他們的 一周就是一顆星 你看 你看 這個 美式的Local設計 就這麼的 這麼的 跳躍 然後 如果你需要客服的服務的話 他這個 他有給你一張 直接寫在後面 好 對 你需要客服服就是這樣 對 對 其實紐約是一個很有歷史的 是是是 是一個很有歷史的城市 是 你知道他的前身叫什麼名字嗎 是荷蘭人 荷蘭人佔領的 對不對 那荷蘭人的首都叫做阿姆斯特丹嗎 對不對 所以事實上 他就叫做New Amsterdam 就是新的阿姆斯特丹 是 那有一部美劇 美國連續劇 他是講這個 醫院的 那他的 英文名稱翻譯就是New Amsterdam 就是 這個 算是 就是對當時這個 最早的城市名稱的 致敬 致敬 OK 那這個 基本上這個評審 整個構型應該就是美國國旗 就是 把心條的那個部分拿掉 只留下星星 星星 對 象徵的美國 好 我們來試試看 因為他這個瓶子 一定都是 這個牌子的瓶子來老闆介紹一下 一定都是這個樣子 星星 對 都是星星 所以 每一個顏色或者是塗鴉都不同 對 每一款都不同 所以他其實擺起來 如果你有收集整套習慣的話 肯定是非常壯觀 因為他顏色又很鮮豔 基本上他不用太單調的顏色 太單調的顏色 他整個視覺呈現 就是要讓人家充滿活力朝氣的感覺 對 因為這個牌在創立的時候 是因為那個時候 在2002 紐約最 最淒慘的那個 最低潮的時候 這個城市最低潮的時候 對 剛剛遭遇了不幸的世界 對 那這個牌子要讓大家 重新食回這個快樂 跟陽光靈的很多心情 對 所以他每一個瓶身都設計了 就是非常的Vinit 非常的活躍 沒錯 來 我們來試一下 好 其實這個我們已經知道味道了 我們那個第一標都賣過 我每一次 我們第一標是我之後都忘掉 啊真的 但是 我可以確信的就是 他每一款絕對都不累 絕對都是合適的 對 你要不要開個許願好了 好不好 應該 對應該許 許在我的商業箱好了 對啊 蛤 你剛剛要說重新詮釋 然後現在許在商業箱 來 旁邊要不要試一下 你知道他這個禁薑也有導致嗎 不會啊 他在美國很貴 在美國很貴 聞到柑橘 可是有一點他的柑橘皮 是不是 還有一點 來來來來來來 其實大家都知道味道低標 然後 可是你的噴出來 他的柑橘香是整個湊出來 跟那天聞到的不一樣 你說因為噴霧的 噴霧的量 對 可是你們有沒有聞到一點點 帶一點苦味 對不對 苦橙 應該是香檸檬 黑莉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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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莉醋會有這種 會有這種 因為他其實 酸酸 苦味嗎 就酸酸的嘛 一點點酸酸的 苦苦的 對苦苦酸酸的 可以 自由女神 自由女神島 對不對 自由島 有一句話說 越戰之後 有一句 那個將軍他講說 Freedom is not free 什麼意思 Freedom is not free 他說自由不是沒有代價 是是是 自由不是免費 我覺得這一支要表達的 有點這個意思 自由 你認為自由應該 應該我在聽的時候 自由之島應該是 哇非常的繽紛非常的活躍 就像柑橘一樣 人家心情很清新對不對 很跳躍 可是他裡面夾雜一些苦味 意思又有點套回來 告訴你說 自由其實不是免費的 他是有一些辛苦的代價 但其實整的來說 這一支還是這個牌子 真的是一個很舒服的味道 對一個很舒服的味道 如果你 因為他有 這個品牌有很多很多香水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要該買哪一瓶 這個自由之島其實是個非常好的選擇 對 非常好的選擇 非常好的選擇 這個 因為我現在有點柑橘的清新明快感 你越來越厲害了 真的 看現在成功 哈哈 越來越厲害了 好不好 來 那就要講一下到底有多厲害 橘子 前調橘子 黑醋力 香檸檬 中調是陳齒華 橘花 那茉莉 茉莉 百花 一點點百花 基調是棉花糖 對 這一點這就是非常非常非常 酷 好 事實上他香採用的是蠻純粹的 對 但是帶給人現在感覺就是 愉快清新的 但是他用一點紅味 讓你不要太嗨過頭 對 就像你在自由島 聞著自由的空氣 對不對 對 享受微微吹來的海風 然後回想說 我現在的這一刻自由是 之前多少努力 辛苦過的 對不對 不是那一種阿阿姨我不想努力 就躺在那裡 但是努力過 你就可以想像 你在單身的時候是多麼的自由 想去哪裡就去 那是你啦 喔喔喔喔喔 好像現在那個喔 對啊 你現在特別感受 阿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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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非常enjoy這個現在的狀況 對不對 好非常非常 我也很享受現在的狀況 對 所以如果婚姻跟加入二戰 你願意選擇哪 我加入二戰 對 哈哈哈哈 我加入二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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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確定為國捐區 那可以那個 進入那個 中葉池 陸式中葉池 對對對 那這一隻在你身上 我以為你害死這一段剪掉 對 哈哈 這一段 它就是一個舒服乾淨的橙花 然後 整個讓人家真的就是在那個海島上 但是它還是有一點點層次感 就可能因為自由島 其實離紐約是不一樣的 它是一個都市摩登的一個橙花香 一個橙花香 有著乾淨的皂感 但是 有的人不喜歡橙花是因為它會有一種 肥皂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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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那這一個你聞聞看 這種美質的橙花 其實它給你的還是比較是 天然的部分 是 我剛剛講說 它柑橘再來 帶出一點苦調 對不對 可是這個苦調 讓我 現在感受到居然是 烤棉花糖的味道 對不對 它有一點獨特的味道 帶出一點 準備 它是有點轉換 帶出要烤棉花糖的感覺 對 而且這個棉花糖是焦糖棉花糖 對 我還聞到了這個 在烤棉花糖的時候 是在一片綠色草地上面烤棉花糖 對 對 這個厲害 沒想到它居然 這個苦味帶出來 其實是要做一個轉變 有股轉甜 對 它有帶一點點的甜 但是因為 這個甜其實是讓人家舒服 而且沒有那麼的人工 沒有那麼人工 你覺得這個適合在什麼樣的場合很進行 春夏一定是最適合 春夏秋我都覺得可以 因為它還是有一點點深度的成花 就是 因為它的用料 因為這個牌子其實用料都用得非常好 它的香精的 因為它精油使用的比例也是高的 就是高的 因為美國人嘛 就財大技術不惜成本 對 是 因為那個通貨膨脹 所以 它打通貨膨脹 丟給全世界 所以財大技術 那個可以有那個嘛 拜託 那個 林青帝 林青帝來那個 我要接一下電話 對 然後接一下電話 正好我們前廖 也差不多也介紹到這裡 對 對啊 很漂亮 對 自由島 人家整個瓶子都很 就是 有這種呈現 對 而且 自由島它是有一種 那種 很像在 島邊 是有一點 水蒸的感覺在裡面 一點點水 嗯 還是有欸 就是有一點水 我覺得有 他的平身啊 水潤紐約當代的藝術家 然後合作結合 是喔 對 這種感覺 這種很現代藝術的感覺 對 這個 我現在 我現在聞到有一點 因為我最近在喝這個綠色拿鐵 嗯哼 我現在又聞到一點這個芹菜的味道 好像有喔 對不對 對 有一個那個 綠綠的 對 應該是因為它 我比較 我比較多吃苦臣的那個香味 你現在在苦臣 因為我已經走到中後段 嗯 我這隻我是夏天應該會很讚 是 因為就很涼爽的感覺 今天噴有點嫩 對 那你覺得這次適合什麼場地 應該適合 那個度假的時候啊 我覺得就是很 呃 假日的那種感覺 嗯 很放鬆 是 嗯 然後很free的那種 意境在裡面 真的有呈現出來 假日 那時間點呢 應該是落在 早上呢 中午 下午 晚上 比較適合白天 嗯 白天呢 從早上到 日落之前之後 對對對 因為這可能比較清爽一點 晚上有另外比較適合晚上 更適合晚上的香水感覺 嗯 那他說 這比較活力一點的 後料有帶到了 嗯 棉花糖跟色香的話 你有沒有說棉花糖的話 他都不喜歡 有一點點欸 那他是那種 有帶一點點香甜的感覺 嗯 有 我覺得 然後我覺得他 色香也有 嗯 那這款適合男生或女生 很讚你們 應該都可以欸 OK 嗯 我覺得都還蠻適合的 是 這個是看心情欸 不分心一點 對 我覺得這個心情愉快的時候 走到哪裡都是愉快 對 愉快的時候就給他噴這一隻 對對對 而且就很有活力的感覺 對 很讚 好 那我們待會再回頭 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他的後教準備 OK 待會見 嗨 Liberty Island Liberty Island 對 跟 自由推法 對 在 在這個 好啦 為顧一下 是因為現在不能出國 對不對 對 看那個特別有感覺 是不是 尤其你又去過了 對不對 這這裡就是 華爾街 自由之島應該就在這裡 對 對 對 華爾街在這裡 好 華爾街 就是在這個金融區啦 然後金牛也在這裡啦 對 金牛 好 希望能夠 因為現在疫情又 看起來不太妙 那希望 大家都沒事啦 就口罩 口罩戴好 對啦 嗯 嗯 警速的去接種 疫苗 是啊 對啊 現在又第三劑要開始打了嗎 對 已經開始打了 好 要開始打了 OK 自由之島 後調 現在在你三個 你有沒有覺得一點點的棉花糖 一種種微甜已經跑出來了 有啊 是棉花糖加芹菜 芹菜喔 芹菜 有芹菜 有啊 我還是一個白花的味道啊 然後一點點 對白花 然後一點點棉花糖 一點點甜甜的感覺 其實 這個天氣其實還蠻舒服的 這天氣非常的舒服 橙花 橙花 茉莉 對橙花 OK 我覺得現在這一個 厚調給我的感覺 就是 外面雖然在草地上 雖然氣溫不高 冷冷的 但是手上端了一個 熱可可上面泡著棉花糖 喔 對對對 而且這個心情是愉快繽紛的 不管外面的氣溫怎麼樣 但是你內心是愉快繽紛的 就像棉花糖一樣 對 那畫面 你把意境形容得好美喔 難得越來越厲害 對 多讀書嘛 是是是 多看這個國家的影像 是是是 你是你爸再回家 對 好 好 那這一款 你自己覺得適合男生或女生呢 我覺得橙花沒有所謂的男生跟女生 男生女生都可以 其實他還略帶一點點 稍微一點點的美食調 因為那個棉花糖的那種 給你那種溫暖的感覺 溫暖的感覺 你覺得什麼樣的心情 是這一支是最好的 我自己覺得不管你什麼樣的心情 你一噴這一支心情馬上就變好了 對 所以不管你噴這支什麼樣的心情 對 你噴這支絕對是 對 就算你在第一潮難過的時候 你的心情就會 回復到所謂正常的狀況 對 愉快起來 對 因為他給人家就是一種愉快的味道 對 是的 就像他的平身的顏色 對 對 每個人一向都是非常非常正向的 嗯 OK 好 那這一款你會幫他定義在什麼樣的標準 他也是個橙花啦 他也是個所謂的橙花的香水 那可能跟我們一般聞到橙花的香水 不同的是他添加一點點棉花糖 那會跟一般普通的橙花香水 還是有一點點不一樣 還是有不一樣 他有做出所謂 對 在這個香調裡面做出的一點去隔感 去隔感 OK 好 那0到10分你會給他 我會給他 8.5分 OK 8.5分 對非常棒的一支橙花香水 好 那如果這一支我會覺得是 八香美食料 對 八香美食料 8.5分 可是這個瓶子可能要加0.5分 對 所以 9分 對 9分 那我來試這一支的話 我會覺得 從他平身設計以下 要帶給人家的感覺 那我覺得最美妙的是 他從一開始的柑橘 帶出了苦味 可是這苦味卻是為了醞釀棉花糖出現的 不會讓他膩 膩 不會 在棉花糖之後 他又有一些這個 聞到綠掉的芹菜味 對 那這個很像一杯 茉莉 茉莉 在台上喝著一杯 不熱巧克力 熱殼的 上面有棉花糖 對 那我會 給他9.2分 9.2分 9.2分 我喜歡他 帶給他的 明亮的感覺 心情的感覺 對 所以我比他滿高的評價 這台其實我一直給他很高的評價 而且他沒有一款是冷的 老實講 好不好 但是完全沒有人來許願 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需要先泡上一遇 自己要先做起 對 好不好 先介紹這一隻 放No.9的Liberty Island 給大家先認識一下 對 來自紐約喔 對 謝謝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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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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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